在甘肃境内有一座名山,它叫燕之山。 燕之山是雄奴语,意思就是天后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? 茶桥碎。 干啥用呢? 熬了喝水的。 下面的茶叶是这个东西。 这个是开了花的。 这个山上也是牛羊成群啊。 燕之山自古就水草丰美,是个天然的牧场,因其地势险耀,也是一个军事要塞。 在汉武帝时期,彪骑将军霍旭病,帅万骑出龙溪,就是过了此山,斩首匈奴八千人,一战成名。 所以这个地方素有干粮咽喉之称。 燕之山属于七连山的支脉。 而七连山也是匈奴语,它的意思就是天山。 这里的区间车只有十个钱。 上山以后,第一处景点就是玉皇殿。 这是一座道教场所。 这里面一些神像还在造。 看来这个庙现在时间不长。 道通九天。 太山老君,原始天尊。 林宝天尊。 林宝天尊。 这东西就是你雕的。 嗯? 这东西是你雕的。 它雕吧? 你帮它抹一抹是吧? 我把口子抹一抹。 我也过来试试吧。 哇,都在做像。 诶,师傅,你弄这个塑像是靠什么? 就靠记忆吗? 有图符。 有什么有图? 嗯,有图。 哦,有图也不简单。 你给你这个图弄出来。 看看,好像是很随意的样子。 但是这些塑像的造型,文库, 就是十分的逼真。 浩天清河。 先是泥塑,然后带上色彩。 最后披上衣裳,就是这样子了。 在研制山的南路, 当年霍雪平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军马场。 这个军马场从汉代一直延续到现在, 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马场。 在山顶的最高处有这么一座楼,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 也没有开门。 沿之山海拔最高处大概有三千米左右。 现在开始下山。 这就是原始森林啊。 此处叫中山寺。 这座寺庙的前身, 是唐玄宗在天保十三年, 也就是公元七五四年。 封燕之山为宁济宫, 斥令当时的太子少保, 河西节度使, 戈书汉, 建宁公祠, 后称中山寺。 但是后来呢, 在温哥的时候都被毁了。 这应该是后修的。 你看, 这会儿不害怕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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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走进来, 把这几个小姑娘同时吓了一大跳。 这会儿故意吓他们, 他们又不害怕了。 好了, 看完中山寺以后, 就该正式下山了。 还有人翻着走的, 应该是没坐区间车, 爬上来的。 八仙峰。 从门口走到这儿, 大概有七八公里啊, 而且还需要往山上爬。 不如花式换钱坐区间车上来, 然后走下去。 一些老人反而没事, 年轻人不愿爬了。 陈昌号游击区。 这点水里吃饭是挺可怜的。 听他们说, 今天是比较寒。 平时水都挺大的。 。 这个地方叫万寿岭。 因为这个崖壁上有一个天然的寿子。 这前百年来, 不断有文骚默克揣摩, 隐喜。 写成了各式各样的寿子。 这是一个太白宴。 当年李白就在此, 摩宴写诗。 随居燕之山, 不到宿雪寒。 妇女马上笑, 言如贺玉盘。 帆飞射鸟兽, 花月最雕鞍。 天亭尤池。 这两个小朋友在打破, 每发必中, 就最后这一发没有中。 这全都是老酒吧。 。 看啥, 你瞅瞅啊。 好了, 逛完了, 再见。